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三本的頻道 我會在這頻道分享股票投資判斷方法以及存股標的 希望大家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理財知識 早日邁向財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感謝股友以及頻道會員的支持 肯定三本的復甦與價值 你們的鼓勵是我最大的創作動力 今天的影片從成分股、殖利率、產業比率 帶大家深入了解首檔月月配高股息ETF 陸華台灣科技優息00929 同時也會與月月配組合00878、0056、00713做比較 並帶大家了解00929的合理價位 以及每月加薪1萬元、3萬元所需的張數 最後也會提醒大家00929目前的風險是什麼 在此之前不忘了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和按下小鈴鐺後打開全部通知 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三本的投資分享 近年來高股息ETF持續受到投資人關注 相關商品也一直推出 高股息ETF適合想要穩定現金流的穩健型投資人 且期待投資後可以快速領席 現行的ETF市場上唯一一檔月月配 就是00929富華台灣科技優息ETF 三本整理出00929的優點如上表所示 共有五點 月月配、過濾景氣循環股 選擇優秀科技股 不租自存穿殘股或者金融股的股名 二代健保不易扣稅等優點 首先針對月月配、過濾景氣循環股兩個優點進行說明 00929連結指數是特選台灣科技優息指數 成分股篩選模式有三個重點 第一ROE要連續三年大於零 指選股邏輯可以剔除近三年來不賺錢的公司 第二點剔除波動度最高前10%的公司 以及近五年鼓勵變異係數前10%的公司 這兩個選股邏輯方式可以去掉景氣循環股 用來維持ETF的配息穩定度 有以上可以發現00929主要是參考過去公司的數據來做一個選擇 接著我們可以觀察這一檔ETF的股價 相對於目前的殖利率如何 如上表所示 00929首月配息為0.11元 若是可以維持每月配息0.11元 並進行填息的動作 以目前00929股價16.29元左右 殖利率約為8.1% 相較於由00713、00878、0056三檔ETF所組成的月月配 以近兩年的鼓勵配發 以及目前股價進行考量三檔ETF月月配的組合 平均殖利率約為5.7% 雖然目前是00929殖利率較高 但是00929尚未受到時間的考驗 這也是我們待會會提到的風險之一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00929的重要指標 成分股 如上表所示 00929所投資的產業類別 以半導體業以及電腦及周邊設備類為大宗 分別佔30.67% 17.09% 電腦及周邊設備類 也與目前標準的AI概念股有關 除了兩大產業別外 其餘皆是電子相關產業 以成分股來看 偉創 聯發科 智商 華碩 銳儀 都是非常知名的優秀科技股 由於是清一色的電子相關產業 如果我們本來就是純金融 傳產相關類股的股名 也可藉由這支ETF 來補足電子相關產業的版圖 除此之外 股有關心的二代健保問題 00929投資商 要定在多少為上限呢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 ETF的股力分別來自 股力或盈餘所得 財產交易所得 收益評寸金所組成 其中只有股力或盈餘所得 額得54C 需要被扣健保費 而54C股力或盈餘所得 對於00929 三本是抓佔總體股力50%來進行計算 通常都是比50%低的 整理如上表所示 健保扣稅金額是單次股力2萬元以上 由於00929是每個月進行配發 但一個月所配發的股力 會比GPay的ETF股力較少 所以可以避開稅額的張數也會比較多 換句話說 00929不要存到超過表格的張數 有很大的機率是不會被扣到稅的 所以我們可存的張數就如上表所示 00929不超過363張 投資總額不超過590萬 就不會被扣到稅 股有也可當作資金或配比的管控參考 我們同時也跟00878以及0056比較 二代健保扣稅張數分別是142張以及40張 金額則分別是304萬元以及137萬元 那如果我們想存這一檔 00929ETF來讓自己每個月加薪1萬元3萬元 我們需要多少張為目標呢 三本同樣以表格的方式來呈現較為清楚 可以從以上表格發現 如果我們想靠00929每月加薪1萬元 以目前00929股價是6.29元左右 我們需要買入120張00929 投資金額需要196.5萬元 只價格遺憾內扣費 這樣就能幫你結清水電費 部分房租貸款或者是上網直到保的費用 如果我們想每月加薪3萬元 我們需要買入360張00929 投資金額需要589.4萬元 這樣就能帶來每月3萬元被動收入 看完以上的數據 這樣感覺是不是就有努力的目標呢 三本會陸續分享好的股票投資標的 股民可以藉由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觀看影片建立自己的存股名單 訂閱頻道以及開啟小鈴鐺 是不需要任何花費的 接著我們來看00929的股價區間 也就是判定ETF的便宜價、合理價、昂貴價 目前00929股價16.29元 便宜價、合理價、昂貴價分別為15.5元、18.8元以及22.4元 目前00929的股價落在便宜至合理價區間 便宜、合理、昂貴價是由三本所建立的精算公式 考量現金鼓勵以及股票鼓勵計算得出 如果你想了解定存股、ETF或者金融股的便宜、合理、昂貴價 我在會員頻道座有投資表可以參考 也會有比較多的描述 看完00929 ETF的優點與價格區間 最後我們要知道00929的風險是什麼 雖然風險不一定會發生 但三本還是認為有需要讓股民知道 第一個風險是00929上市的時間 正逢台灣股市的高點 00929上市時間是2023年6月9日 也是AI股正在發酵的期間 除了大阪指數偏高外 各股的股價也是偏高 而ETF的淨值有一大部分是由成分股的市價所組成的 看開目前的成分股來看 偉創、新普、連發科、華碩都是相對高點 一旦股市反轉 成分股股價跌落 會直接影響ETF的淨值 此時ETF就會有跌價的狀況產生 除此之外00929目前上市的時間較短 尚未經過時間的考驗 也是有可能發生配息後無法填息的情況發生 總結來說00929的選股邏輯不差 月月配的特質適合想要創造現金流的股民 也適合除了金融傳產股之外 想要配置一些資金在電子股的投資者 但因為00929的上市時間離目前較短 也適逢高點 建議不要為了立即達到每月加薪的目標 而一次ALL IN 定期定額或者定期不定額是比較適合的方法 以上是00929ETF的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見解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覺得以上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加入訂閱 也分享給你身邊的好友 也許可以產生更多的話題 另外也可從影片欄下方的超級感謝中 藉由一點贊助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持續提供更好的影片給螢幕前的你 最後三本來的頻道發布了任何資料或意見 純粹知道整理、該部構成購買、速售、銷售任何投資、參與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影片有任何見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並點開小鈴鐺 我們將於每週三晚上8點準時發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們下次見 掰掰